一部銀色轎車 行駛路中卻揍停不前 是遭到警方攔查 那麼駕駛下車呢 卻散發濃濃酒味 意外被發現酒駕上路 結果當下他一度想下跪 要求警方放過他 待開一段現場情形 我跟你說我們攔下你下一定 你教我你教我 你拜託你拜託你 我我跟你下跪 你不要跟我下跪了 好來直接吹就好 直接吹就好 不要弄邪惡 來直接吹 再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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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那是可以看到呢 當下男子的行為是相當的誇張 事發就在27號凌晨的2點多 原來當時這名40歲的蔡新男子 酒後開車行進古山區華泰路 這酒測值呢 高達0.56進一步查 遠景卻意外發現 男子去年也才在三明區 因為酒駕案件遭移送法辦 沒想到這回呢 用心存僥倖 和朋友聚會喝酒後呢 是酒駕上路 當下呢 想用苦肉劑要求警方放過他 當然是不可能的 還是得再一次被依法送辦